喂 你找谁 娘 是我 老大 我说老大呀 你想逼死我呀 我 我 娘 让你大孙子跟你说吧 大龙 跟奶奶说几句话 奶奶 大孙子 哎哟 大孙子 奶奶可想你了 奶奶 我也想你 你啥时候回来呀 过两天 过两天 奶奶就回去看大孙子啊 大孙子 我听你爸说 你学习成绩下降了 这是咋闹的呀 大孙子 你要是想转学的话 那就转吧啊 奶奶 我不想转了 咋不想转了呢 我家里穷 爸爸腰疼 妈妈身体又不舒服 我不想转了 哎呀 这穷人孩子啊 就是懂事啊 大孙子 你要是转学 学习就能好的话 你就转啊 奶奶帮你想办法 哎 把电话给你爸 行啊 孩子要是转学能学习好的话 你就让他转吧啊 哎 哎 哎 那钱的事啊 你爸 到时候我帮你想招 啊 啊 啊 好 好好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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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反正他们放在这儿也不用 救救急也行啊 圈子 圈子 娘你干啥去啊 我呀想回兴术挖一趟 出来这么些日子来 有点想大龙啊 我孙子了 那你等我家玩这片草坪 我陪你回去 不用不用 我自己回去就行 不行 你一个人走我们不放心 你放心吧 到那个路边上啊 上了公布汽车 一会儿就到家 娘子 看着啊 你看着 娘 你慢走啊 放心吧 娘 那我就不送你回去了 好 你自己路上小心点啊 哎 娘 你回去以后跟我大哥好好商量商量 看看大龙到底是咋回事 嗯 别一窝蜂似的 人家转轩咱也跟着转啊 哎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你就给我打个电话 我再把钱送过去 行 我到那儿啊 看看情况再说啊 嗯 哎 娘 你也别赶那儿 待太长时间 万一我嫂子给你甩脸子了 你赶紧回来 放心吧 我住上几天哪 就回来了 呵呵呵呵 睡下 哎哟 哎哟 老大 娘 你 你 你咋回来了 这话说的 这是我的家 我咋不回来了呢 呵呵呵呵 娘 哎哟 哎哟 这就是咱家这 买的奶牛啊 啊 哎哟 喂的好肥好大呀 全职的他给咱挣钱的嘛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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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 真是挺好的 哎哟 哎哟 大龙呢 上学了 啊 那大龙他妈呢 这屋呢 走进屋吧 他妈 哎 娘 来 喝点水 哎 哎 老大呀 这五千块钱呢 是人家娟子 准备还给朱永发的 朱永发有事 没过来求 这钱就给家放着呢 我听说你们急着用钱 我就给你们拿来了 你们先用几天 不过咱还得说好了 一旦娟子要是还给朱永发钱 你们两口子 立马把这钱给人送回去 娘你放心吧 捐的啥时用钱 我就让大龙他爸 啥时把钱送过去 一天也不耽误 咋也不能让你在当中难心呢 放心吧娘 到时候肯定送过去 老大 老大你说 到时候用钱 你能不能把钱给他送过去 能送过去 能 那好 这钱呢 赶紧给我孙子办转学 可别让孩子耽误学习 放心吧娘 大叔肯定送过去 知名 民同活烧山山庙 出手杀死 陆玉豪 一染花枪 挑天下 嘴巴两山 抱子逃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是娘呢 这娘来了咋了 娘一听我唱绿皮影 她又过敏 那你就别唱 这不是闲得慌吗 就想白弄白弄 亮子 你这皮影科也不错呀 这鼻子是鼻子 眼睛是眼睛的 这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 那是一块驴皮 娟子 我跟你说 现在还看不出好坏来 等我上了颜色 那就跟活的一样 有吹气吧你 这反正别人也不懂 亮子 你先把这皮影放一放 这明天再弄吧 咋有事啊 我刚才这一桌 钟永发来咱们乡里了 我心思赶紧把她五千块钱 给她送过去 这钱倒手翻倒口的 哪天一旦赶不开 再把这钱给花了 行 我这就去 你 娘 这菜长得真好 好吧 你这一来啊 咱家今年的菜算是供上了 傻丫头 咱们三个人哪能吃这么多菜呀 我心咋 咱们要是吃不了 过些日子 给你哥烧点吃 你哥他娘的地呀 土不好 还都慌着呢 你这老太太呀 天天就惦记你那宝贝儿子 哪光是宝贝儿子 还有宝贝孙子呢 圈子 你来个乌鱼汤 你来个乌鱼汤 圈子 我把钱就放这儿了 怎么就没了呢 不可能啊 再好好找找 你这是放别地儿的 我放到这儿就没动过 你一去 你们俩找钱呢吧 娘 你看见了 别少了 那钱哪 让我见你大哥来 娘 你拿钱咋也不说一声 那钱是还饥荒用的 那钱哪 我看你们放着那也没用 这好你哥用钱 这救救急有啥不好的 再这说了 你哥说了 只要你们用钱 立马就还回来 娘 既然我大哥这样讲了 你就赶紧打电话 让他送过来 这钱我们真的急着还朱永发呢 打就打 打不了你俩啥事 瞅你俩那样 像孙脸猴子孙脸 娘 我哥真这么说了 我也不傻不捏不缺心眼的 他不这么说 我能借给他呀 老大媳妇啊 我是你娘 你叫老大接电话 大龙头吧 来接电话 娘 是我 老大呀 那啥 你把那五千块钱给送回来 他们等着用钱 越快越好啊 我说话你听见没呀 把那五千块钱送过来 我没给大龙转学 我没给大龙转学 你呀 你呀 那钱我买牛饲料用了 啥 买牛饲料了 老大呀 能不能上秋还 我们多掏点利息还不行吗 你放屁 我告诉你老大 这钱你必须得还 你要是不还 我就回家 把你家锅砸了 把你家房子点了 娘 大龙他妈说 吹你爹个腿的 叫大龙他妈接电话 这是什么玩意儿呢 这是 完了 这五千块钱又打水漂了 娘 以后这种事 你给我们说一声 不行吗 张母娘啊张母娘 你还让不让我们过日子